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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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緊張的時刻 我給今天這麼多人去看出席這個活動 那我們這個活動是 公職教育中間和 女士的一種的系列活動 這次的主題是 我們這次的大為西套 這次大為西套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是在意大利 各方面發展的 可以說他很全能的 也會 古人 他跟思想國有些會廣泛 他的性感身上都會有 接觸 他是科學家、科學家、雕塑家、英語家、 術學家、工程師跟建築師 各方面都發展非常完備 那 我想這次的通知中間 今天在歐公主任的 領導下規劃這個活動 一個很重要的意涵就是 通知中間在清華學院裡面 今天就是希望在 校內促成的跨領域各方面的發展 所以在這個第一項 可以拿文西做主題 然後來規劃這幾場的活動 那都會讓我們 也希望能夠幫大家 能夠多了解這些 各方面來發展一次的觀念 那今天在這一場 是以數學為主題 我剛跟那個 先簡單介紹一下 他是學校數學系的教授 那 那我跟他開玩笑的時候 數學系很多 數學很多重要的獎 他基本上得過 所以那個 成就不用再介紹 他是因為非常結束的數學教 但是他希望特別強調 就是說 除了他數學領域的成就 他跟我們 通知中心 在清華這邊 已經 合併了十幾年了 合作 通知科普 開了十幾年了 那在 你跟 物理師的文道維老師 也非常合作開課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 不但我們的主題 人物是 他文西的數學 我們邀請來講 產出他的數學的區別一下 也是換取的文明 那 就不但不但的時間 我就簡單介紹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 盡量一下 享受 一個國章教授的演講 那我們歡迎國章教授 那我在 通知中心合併 那是這幾年的事情 那不管怎麼說 我是個數學家 我今天 還是用一個比較 數學家的觀點 來講 達文西 和數學的聯繫 那 達文西 他是個畫家 他是建築師 他等其他身份 我想 他還有其他的 一些評論 我交給其他的 演講者來說 那我先 引用一段 達文西的話 我們這個反映了 他當時對於繪畫的 那種觀點 他這邊說 就是 繪畫 他的 他的 merit 是 Lies in the exactness of reproduction 在他們那個時代 他們是在 重新 這個 建構 這個真實 那 Painting is a science 他把 繪畫看作一種 科學 那 他就說 所有的科學 都是 based on mathematics 所有的科學 都是 建基在數學之上 那 如果沒有數學的話 所有人類的研究 都不能夠成為一個science 所以 我想 這個反映了 達文西 他對數學 對繪畫的一些觀點 那 我這邊就四點來講 達文西和數學的聯繫 第一個 他精通透視法 透視法在文藝復興時期 那個年代 他本身是數學 算是應用數學的一個名譽 第二個 是因為他跟著名的數學家 Luca Patrulli 他們是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不是普通的好 他們都住在一起 住很多年 第三個 達文西他對比例 還有幾何問題的熱誠 那 第四個 是一些流行知識的推波助瀾 例如說像大家所知道的達文西密碼之類的 好 那我今天會就這幾點來講 就是達文西和數學的關係 那先從透視法講起 透視法本身它是一種 把立體的形象 表現在二維平面上面的一個 繪畫方法 那透視方法 其實可以追溯到 古埃及 希臘 羅馬 那在中國呢 和一二世紀的繪畫 已經出現有用 使用透視法 那到宋代的這個十二世紀 宋代的一些繪畫 它上面也很明顯地用了一些 某種已經複雜到某個程度的透視法 但是過去透視法 它沒有很完整的紀錄下來 以前他們怎麼使用 那透視法它的數學基礎 最初他們是背上兩個數學家 重要數學家 一個是歐基里德 歐基里德他當然大家所熟知的 就是他寫了幾個原本 大概西元以前三百億 那事實上他還寫了一個 光學方面的數 那海什木是阿拉伯的數學家 這個天文學家 那他也是在光學上面的研究 影響了後來的透視法 他們是早期建立透視法 跟數學基礎的兩個重要人物 那但是如果說 我們現在去查透視法 一般人認可了透視法的創始人 很多人是把他歸為 歸為菲勒普·布奈爾斯基 他是一個意大利的建築師 他是出生於十四世紀後半葉 那他建立了精準的直線透視法 他是個建築師 但是他當時發明透視法 他在一四一五年到一四二零年 那幾年的期間 他投入了很多心理 去建立這個直線透視法 準確的直線透視法 而且他還設計了很有名的實驗 如何能夠讓他們畫得很精確 他當時有著名的實驗 就是畫一個教堂 他畫那個教堂 然後他把他的畫 畫出來的畫 上面打一個洞 然後讓那個洞反過來 讓別人來看 從洞裡面看那個教堂 然後看那個教堂之後 再拿起一個鏡子 然後遮住一半 是不是可以讓你 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差別 就是他精確到這種程度 因為鏡子拿起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鏡子反射中的那個畫 然後那個畫跟那個教堂 是完全百分之百的match 那他用這種方法來檢驗 他的那個透視法 是不是能夠非常精確 那後來另外一個 就是Leon-Baptiste 他是使得透視法 變成文藝復興時期 一個標準的工具 一個重要人物 他在一四三二年發表 《論繪畫》這本書 使得繪畫在文藝復興時期 那個時候就開始變成了一個標準的工具 當然我們知道 像這個書是在達文西出生之前 差不多七八年的時候發表 所以達文西當然是受他們的影響 但是達文西受影響 還有受比較大的影響 還有後面我待會兒講的另外一個 那透視法 當然我們現在透視法有很多種 比如說單點透視 多點透視 曲線透視 空氣透視 影墨透視 比如說像空氣透視 影墨透視 他們藉由模糊的程度 還有色彩 來顯示物體的遠近 但是像這邊這個圖 比方說最左邊這個 第一個是單點透視 這是雙點透視 這是三點透視 它就是一個遠處 有一個消失點 就是無窮遠點 然後還有平行線 還有一個水平線 就是那個水平線 還有那個垂直線 就是往無窮遠處延伸的 那看看你的需要 這個可以採取不同的透視法 比方說像這個中間 又那個中間上面那個 則是一個四點透視 如果說你畫一個高樓 那你變成是它有四個方向無窮延伸 無論是左右上下都有 那這個就是四點透視 那底下這個方法則是五點透視 這個球狀 那它在中間還有上下左右 各有一點無窮遠點 一個消失點 那當然還有這個曲面透視 像右邊的那個圖 最右邊上面那個圖 那右邊下面的圖 就是我故意選這個凡艾克 凡艾克就是在文藝復興時期 比較初期 在透視島剛開始發展的 那個那段時間 的一個重要的畫家 那這是選自他的一幅很有名的畫 就是阿諾菲尼他的小獎畫 當然有很多的文獻上面 寫作阿諾菲尼的婚禮 那這個右下角那個圖 只是裡面的其中一小部分 那是畫的一小部分 他就畫得非常細緻 用了一個曲線的透視 那那個時候的透視還沒有非常完備 但是隔了幾年之後 有一個重要人物 那他是1420到1492年 那他是一個數學家 他也是畫家 他在他那個時代 他絕對是個數學家 他用這個波濟裡的幾何學 來準確地寫下一個 就是用透視法來對畫的一本書 那使得透視法變成是 變成是一個數學基礎非常堅強的一個理論 那他是歷史上第一個 能夠準確畫出正多面體的人 就是被認為他是第一個能夠準確畫下來 因為早在柏拉圖那個時候 就已經知道了正多面體中的五個 所以我們也把它叫做Plantonic solid Plantonic solid就是右邊圖上的這五個 我們不要小看這些正多面體 這些正多面體在你有遠近的差距之下 你要把它準確畫出來 這是有相當難度的 舉例來說 比方說我們左下角這個圖 它是正十二面體 這正十二面體面與面之間的加調 是大概一百一十六點五六五度 它是一個 這個數正確來說 它是黃金比例取它的Arctendium 可能層上兩倍 就是像這種角度 你如果說把它放在一個畫裡面 你要它有立體感 不是只是平面地把它畫出來 怎麼樣能夠很準確地畫出來 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牽涉到各個面 在經過這種投影的透視法子之下 它應該會呈現什麼角度 還有什麼樣的面積 這並不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這個人我待會兒再提 他事實上雖然說 他是在數學界流民的一個人 他有一些數學工作 所以他是在數學史上流民的人 可是他當時也是非常著名的畫家 到達文西的時候 這個透視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比方說我們可以從它三王朝拜 這幅畫裡面可以看出來 那右邊它是三王朝拜的圖 那其中一部分 我們可以看出來它的草稿 它的底圖 它花了多少功夫 把後面的底線打得非常非常細 非常非常準確 用透視法把這個底圖先打出來 那雖然說我們在最後的結果 當然看不到那個底線 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來 它是非常著重在一個數學化的架構實上 來進行藝術創作 所以剛剛我前面一開始講 你用達文西的話 就是他認為繪畫成一種 是一門科學 科學的基礎是數學 那另外一個經典的作品就是最後晚餐 那最後晚餐大家都知道 前面的演講也有提到 最後晚上我們如果說沿著它屋頂上面的線 還有旁邊的那些畫 它們的連線連過去的話 全部都是到了耶穌的腦袋的後面 所以它這是一個標準的單點透視 那當然它就是要製造一個 就是從耶穌那邊光往四射的那種感覺 那當時耶穌 當然是幾乎非常大的畫 當時祂為了能夠勸了罰最後晚餐 祂當時是在牆上把耶穌後面釘一個釘子 然後在各個地方拉很多很多的線 保證祂維持非常的直 那我們先來對比一下 在文藝復興時期之前 就是在中世紀後期的一些畫 他們那個時候還沒有透視法 或者說沒有一個精確的透視法 當然像我這邊舉 這個對比兩個比較代表性的人物 一個是Duccio Duccio他是意大利在中世紀的一個代表性的畫家 那他是這個Sirena畫派的開創人 那這幅畫他講的是天使宣告聖女之史 你看這幅畫 他事實上也會試著去建立一些密體感 比方說那個牆不同的那個牆面 它的陰暗不一樣 這個當然以前也做得到 你也想得到 但是如果你看上面屋頂的那個連線 如果你把連線把它延伸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延伸之後 他們那個消失點 在透視法裡面講的消失點 大概在右邊的那個人的腦袋上面 他旁邊可能差不多到這個地方 但是如果說底下的 底下的牆面的連線的話 則是到下面 所以很顯然他們沒有用透視法 那種一個消失點 無窮遠點的消失點 他們這個單點透視這種想法 就是沒有一個很精確的這種想法 如果說你在看它那個 底下坐的那個椅子的話 那個椅子它延伸的那個線 本身也沒有無形延伸到遠處 所以它就缺乏立體感 我們就可以感覺出來 在中世紀那些畫 很多他們就是因為沒有採用透視法 所以說他們整個的立體感就沒有 就感覺這個圖非常平面 甚至感覺它這些椅子 還有它前面那個書架 那個都是畫完之後再額外補上去的 就是感覺好像不同的畫拼接起來 但是它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在中世紀 代表性的一個畫家 Future 那當它是在13世紀末 在它之後不久 另外一位 Gioto 這個喬托 它也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畫家 被稱為歐洲繪畫之父 那它被認為是它的藝術 是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分界線 它已經非常寫實了 但是事實上那個時候 它這個透視法還沒有真的發展起來 我們即便是看它 像右邊這個東方三博士朝拜 這是很有名的一幅畫 那它已經非常寫實 那比方說上面的話 當然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它畫了一顆流星 就是根據聖經故事 可是如果說我們看上面 它後面那個棚架 我們看後面棚架那個平行線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沒有使用透視法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立體感 就是不像當文藝復興時期 那麼的講究 然後那個時候 對透視法那麼的變成一種標準 就是繪畫必須要採用的一些手法 你在背後要做這樣的工作 即便是你最後畫出來 畫完之後 你看不到背後那些線 這樣最後在文藝復興時期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要求 接下來我要講 下一個就是Luca Pacioli 我剛剛講了 就是達文西 他跟數學聯繫 第一個就是 他是精通透視法的一個人 第二個 則是他跟Luca Pacioli 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那Luca Pacioli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意大利數學家 他愛他被掛 但是他是數學家 那他也是幫一個會修飾 他受到Franchesca 我剛才前面講Franchesca的影響很大 Franchesca他當時 他是一個非常特別 應該說一個很特別 非常非常重視數學的一個畫家 可是在他那個年代 他被認為他就是數學家 他也是畫家 可是Franchesca 他是一個 其實在當時地位很高的畫家 比方說 我拿一點來打比方 Franchesca他在1458年 那個時候新的教宗 職位之後 他被教宗召去教族畫壁畫 所以可以看出來 他是當時在那個年代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畫家 他才能夠被教宗請去 給教族畫壁畫 然後他畫了一個壁畫 並沒有保留下來 因為他還是會毀壞 然後在他毀壞之後 重新來畫那個人是誰 因為被教宗召去畫的那個人 就是拉菲爾 所以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 Franchesca 他在那個年代 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畫家 那這個 Luca Pacioli 受了Franchesca的影響 他跟他有合作 後來就是他 但是啊 他是個數學家 他一輩子就是個數學家 那他一輩子分為會計學之父 這是他的一些工作 他一輩子的重要工作 他當然一開始是有寫了 給佩瑞加 他是佩瑞加這個地方的人 他給佩瑞加俗稱的數學教材 那他有很重要的一本著作 第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 是1494年 他寫了 《算數幾何比例總讀》 那在這本書裡面 他有一些提出一些記帳方法 後來變成成為標準 也因為這樣 他後來被稱為會計學之父 那在1496年開始 他後面的幾個著作 除了最後的歐季的集合原本翻譯以外 他後面幾本 都跟達文西有密切的關係 那在1496年到1508年 他陸陸續寫了一本書 就是這個數字的力量 裡面有多次提到達文西 達文西在他的筆記裡面 也有非常多次提到這裡面的內容 那實際上 他後面有一些包含數字的力量 還有他後面的1509年神聖的比例 他裡面有一些工作 其實是Francesca的數學工作 Francesca有一些他的當時 他的一些數學的工作 被收錄在他這本書裡面 那像150年那個論期 很多人是認為 有人認為 他那個插符是達文西提供的 但是不能夠確定 但是神聖的比例 就是1509年這本書 那則是很確定 達文西提供插符 那右邊這個符就是Patchioli 和他的學生 這個畫像 那我這邊講 Patchioli跟達文西的關係 他們就是在1496年認識的 也就是我說他們寫的 數字的力量那個時候 那他跟達文西是相一見如故 他們一認識之後 他們就多好呢 他們就搬到一起住 他們一住 他們在一起住 一住就是很多年 到了1499年 米蘭淪陷之後 就是被法國攻進去之後 他們就逃了 逃到Mentoba 還有威尼斯 到這些地方 他們也是一起去了 他們到那邊還是住在一起 所以這個可以證明 他們兩個關係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不是一般的好 那到了1500年到1506年期間 Patchioli他是任教在佛羅倫斯的比薩大學 這邊教數學 那到1506年之後 他就到了威尼斯羅馬 特羅賈等等地方去教學 但是達文西在那個時候 回到了米蘭 所以到那個之後 他們才平止了他們的密切往來 但是他們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那我剛才提的數字的力量 這個數字的力量裡面 他收集了很多謎語 數學的腦筋極轉彎 數學魔術 數學遊戲等等 他是作為公平派對上面的娛樂 那達文西他很喜歡這些娛樂 所以我剛才說到 達文西的筆記裡面 也提到很多次 數字的力量 裡面的一些內容 那達文西他特別喜歡的是 齒歸作圖的遊戲 但那個時候是一種遊戲 那大家中學的時候 學過齒歸作圖 齒歸作圖 例如說 以右邊講的這個 用齒歸畫出一個三角形的外接圓 那大家念過中學 我們現在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怎麼樣做這個外接圓呢 這個外接圓呢 是你先隨便選兩個篇 用原規做畫出中 用齒歸做出中錘線 第一條線做出中錘線 然後之後再對第二條線 也做他們中錘線 然後得出來他這兩條 中錘線的焦點 就叫外星 然後由這個外星 當作這個原點 然後任何一個點 當作這個 到他另外一邊 當作半徑 就可以畫出一個 這個三角形的外接圓 好那 Pachoni 他還教達文西 那些歐基里的幾何學 還有平方相成 平方根 當平方相成 平方根 可能求平方相成 平方根 這種是比較偏大夫 我剛剛還沒有提到 像Pachoni 他是在數學史上 當然說 他的名氣主要是在於 他是達文西的好朋友 但是還有一點 除了會計學之父以外 他當時還有發展一些方法 一些數學上的方法 例如說他其實當時提出 類似了牛頓法的 根號二的近似 近似這個解法 就是寫一個 根號二的近似 我們要知道 牛頓發明 維基分是1687年 是100多年之後 200多年之後 神聖的比例 Defined Propulsion 他這本書 第一測試在1498年完成 那這本書 當時他跟達文西認識了兩年 兩年多 達文西為Pachoni畫了60幅插符 其中包括Platonic solid 我剛剛講的正多面體 還有右下角的那個叫做 小斜方結伴立方體 那我剛剛講過 就是你要能夠準確地畫出來 這個正多面體 這並不是一件很容易 當時已經 當然透視法已經很成熟 所以當時 而且達文西是透視法專家 他畫了很多像這樣的插符 就像右邊那幾個 那Pachoni在他的致謝詞裡面說 他怎麼樣 感謝達文西呢 他說 在那支難以形容的左手下出現成形 他精通所有的數學學科是凡人中的君主 然後他後來又稱達文西是最值得尊敬的畫家 透視法專家 建築師音樂家具備所有的完美 他對達文西的評價非常高 所以我們這邊也可以看出來 他們兩個的關係非常深厚 那我接下來來講 達文西他研究的幾何題 就是讓他obsess 那個幾何題是什麼 他對著迷的數學問題 就是古希臘的三大難題之一 就是方圓問題 所謂方圓問題就是 利用尺規求做一個正方形 使得說這個正方形的面積 跟給另一個圓一模一樣 所以先給另一個圓 用尺規做一個正方形 使得正方形的面積跟圓一模一樣 這是古希臘三大數學難題 但他那個時候他完全沒有被解決 那達文西還研究很多類似的問題 就類似像這樣子 面積換成體積 比方說把球體換成立方體 給你一個球體 你怎麼樣得出一個立方體 使得立方體跟它的體積是一樣的 或者是把立方體換成金字塔 圓堆體等等 那特別吸引他的是一個古希臘數學家 這個古希臘數學家 大概在西雲前四世紀 他是在比歐基尼還更早 叫做西波克拉比 西波克拉比有一個月牙 面積定體 我來描述一下 這個西波克拉面積定體 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在右邊給定一個半圓 給定一個半圓之後 我們取終點 取垂直線 得出來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我們現在如果說把這兩點連線 AB這兩點連線 再做一個半圓 我們得到了一個比較小的半圓 那在這個大的半圓外面 在這個小的半圓裡面 得到一個像月亮的形狀 那西波克拉比的定理說 這個月牙形狀的面積 跟這個直角三角形的面積是一樣的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定理 因為這是歷史上第一個 能夠準確得出來一個彎曲形狀的 準確面積的定理 就是在以前沒有危機分的時代 那個時候是完全不知道怎麼樣得出一個 彎彎曲曲的形狀 它的準確面積的 那它得出這個定理 完全不需要微低分 因為它只用到比例的概念 它現在只要說明 這個四分之一圓 左邊大的半圓 左邊一半 就是左邊大圓的四分之一圓 跟這個小的半圓的面積是一模一樣的 它只要能說明這點就夠 然後它們兩面積一樣 那它們一起挖掉中間這一塊 就可以得出來 這兩個面積一定是一樣的 那但是這兩個面積為什麼一樣 其實只用到了一個比例的關係 因為這一段長 跟這一段長 是一比更好二 所以說它的 就是這一段 這個是一 如果這個是一的話 這個是更好二 所以如果這個是二的話 這個是更好二 所以說它的比例是 這個更好二比一 如果取面積的話 就變成平方 就變成是二比一 所以既然是二比一 那你在這個大的半圓 中間切一半 那變成那個四分之一圓 四分之一的大半圓 跟那個小半圓 就變成面積一樣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定點 這個非常重要 它是讓達文西非常著迷的一個定點 那還有一個 我剛剛提到的凱什木 那個阿爾伯數學家 它有一個類似的 略牙面積的定點 就是如果說你 給定任何一個直角三角形 綠色直角三角形 那你取一個半圓 把它連起來 我們知道這樣的話 連過來這個半圓 以這個為直徑的話 這算是半圓 這個定點 會剛好是在半圓上面 然後你現在用另外兩邊 當作直徑 另外取兩個小的半圓 那在這個大的半圓外面 小的半圓裡面 就有兩個月牙 這兩個月牙形狀的面積核 會跟綠色的直角三角形一樣 這也是另外一個月牙的面積定理 那這個定理 事實上它跟方圓問題很相似 怎麼說呢 因為方圓問題 它是要把圓變成正方形 但是對它某種程度來說 它就是把一個月牙形變成正方形 因為如果說你把這一段 例如說你這一段 取它的這個終點 因為你做中垂線 就可以取到終點 取終點 你以這個為邊 做一個正方形 那這個正方形的面積 就會跟這個月牙的面積一模一樣 所以它可以說是 把一個彎彎曲曲的形狀 用幾何方法變成一個正方形 但是古希臘那個三大難題 中文的方圓問題 說的是把圓變成正方形 那它能夠做到的是一個 把月牙變成正方形 那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很多人都嘗試 但沒有人能夠成功 包括達文系吧 我們在達文系的筆記上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達文系 在解決這個問題上面的努力 就是它有很多 這個想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在它筆記上面 畫了各式各樣像這樣的 這種突襲 類似我剛剛秀出來的 那個月牙面積病 不過呢 因為達文系是一個非常 揚賴幾何直觀的人 雖然我剛剛講 帕丘里教他幾何 教他代數 但是達文系是一個幾何的人 我們知道數學 數學大體上分成三個方向 一個是代數 一個是幾何 還有一個是分析 分析我們認為是 在維基芬發明之後才出現 那在古代 在17世紀之前 基本上就是代數和幾何 那剛才我有提到 就是帕丘里教達文系 他不只教他幾何 也教他代數 可是達文系 他是幾何學的好 但是代數方面 他很多都沒有辦法掌握 那包含他在他自己的筆記上面 他也有承認這一點 就是他講 有很多代數方面 他不太能夠掌握的 那我這邊引用 Jane S. Nekubi 他有關於講 達文系他在幾何學遊戲 這本沒有完成的書 就是這個方面的研究 他說達文系一直沒有把數學學好 他一直都用圖畫 一直用幾何直觀 而不是用方程式來推算幾何的變換 那達文系他喜歡這個方圓問題 這種幾何變換的問題 喜歡到什麼程度呢 他在1505年 他已經累積了很多筆記 他宣布他寫一本書 寫一本數學的書 那本數學的書 名字都取好了 叫幾何學遊戲 但最後他只留下來筆記而已 好 那我這邊要來提一下 方圓問題 達文系不能夠解決 不是因為他不夠聰明 而是這個問題 遠遠超過了他那個時代 我這邊大概講一下 這方圓問題 在他拔完星那個時代 是不可解的 就是他當時的預備知識 和概念 遠遠不足 這個方圓問題 確實他應該用代數方法來解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應該這麼思考 像我們在做齒規做圖的時候 大家知道是齒規做圖怎麼回事 畫直線啊 畫圓啊 畫圓上面兩點啊 你可以把它連線 連線 然後你可以再做一些中垂線啊 或者是平均線等等 但是當你做任何這樣的動作 本身 你都可以看作是一次代數運勝 怎麼說呢 比方說你畫一個圓 一個圓你可以 比方說假設它的圓形 就在圓點好了 你可以把它寫成 x平方加y平方等於1 就是單位圓 對吧 然後你把它半鍵放大 那就x平方加y平方 就是這個 等於一個更大的數 然後你拋物線 拋物線 雖然是一個幾何量 你可以把它寫成 類似像y等於x平方 像這樣的東西 或者把它再進入一些translation 但是它就對應了一個代數方程 比方說y等於x平方加1 類似像這樣 就是一個拋物線 當你做一些代數運算的時候 你做一些幾何做圖 齒規做圖 事實上你就是在不斷地畫出一些不同的線 不同的曲線 或直線 那這些線本身 它們就是一個代數方程 那你不斷地平移 你在做一些equilib的過程 事實上你就是在做一些代數運算 這個齒規做圖 它線段和線段的關係 它是可以由整係數多向式來表示出來 那如果半徑是1 那方圓的問題就相當於 我們知道半徑是1 那它的圓的面積就是拍 那方圓的問題相當於 你要做出一個正方形 使得正方形的邊長是更靠拍的 那這個問題可不可解呢 這個牽涉到更號拍 它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整係數多向式的根 牽涉到這件事情 事實上如果說我們能夠證明 如果我們能夠證明 拍本身是整係數多向式的根 那根號拍也可以做的 用幾何 如果說它真的是整係數多向式的根 那我們可以用幾何做圖畫出來 那根號拍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這個方圓的問題就變得可解 但是實際上這個問題是做不到的 結果是做不到的 但是這個牽涉到一個概念 叫做代數數和超月數 我剛才有講過了 為什麼它有那個 就是西波高底的月牙定理 為什麼可以看成是把月牙 把它變成一個正方形的一個問題 但是方圓問題則做不到 因為它牽涉到了代數數和超月數的概念 我剛才講如果說一個數 如果說拍或者根號拍 它們能夠變成一個整係數多向式的根 那這樣的話你的方圓問題變得可解 那我們現在把所有這樣的數收集起來 就是所有可以看 所有整係數多向式的根收集起來 這些數叫做代數數 如果不是代數數 我們就稱之為超月數 那超月數這個概念 是在達文西過世之後一百多年 1682年才被萊布尼茲引進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概念實際上在當時 是完全超越達文西那個時代 在那個時代 它們有有理數和無理數的概念 但是在達文西那個年代 即便拍這個數是不是有理數 是不是無理數都不知道 那這個拍本身是無理數這件事情 是一直到1761年到18世紀 才被蘭伯特證明 就是圓周率拍啊 它是個無理數 這個是在 所以我說達文西他們的年代 是not ready 他們還沒有預備好 來解決方圓問題 因為他們當時對拍的了解 非常少 連它是不是無理數都不知道 當然如果是有理數 或者是有理數的開根號 像這樣的數 像這樣的數 都是可以藉由紫規軸圖來得出來的 但是當時對拍的了解非常少 那我這邊簡單講 這個有關方圓問題的解決 方圓問題真正解決 其實是在1882年 所以其實是達文西那個年代 差了好幾個世紀 那在1844年 才被那個數學家劉劉 他構造出了 歷史上第一個 明確構造出來的超越數 那這個Hermitt在1873年 把數學家證明了 這個歐拉數 它是超越數 那就是Counter 他在1874年 證明超越數 是遠比代數數要多的 多 非常得多 但是到1882年 他基本上 背上一個很明顯的想法 這個Linderman 證明了 圓周率是超越數 換句話說 圓周率 不可以用整系數多像式的根來表示 所以方圓問題不可解決 直到方圓問題 直到1882年 離我們現在才一百多年的時間 才被解決 那方圓問題 大家知道 剛剛那個達文西 在1490年畫的維特魯威人 他本身講的是一個完美的 維特魯威在建築師書裡面講的 一個完美的人應該有的比例 那你從這邊也看出來 他對方圓問題非常感興趣 那另外一個 跟達文西 常常牽涉在一起的 另外一個數學概念 就是黃金比例 那我剛剛講的 他寫的重要一本書 神奇的比例 不是達文西提供的60部插圖嗎 他裡面講的 神聖的比例 神奇的比例 就是指黃金比例 這黃金比例就是 1加根號5除以2 大概1.618 那他有很多等價的定義 大概最常見的 第一個就是x平方-x-1等於0 他的正根 他有一個正根有一個副根 那如果是考慮菲布納西數列 菲布納西數列 1、1、2、3、5、8、13、21等等 就是所有的後項都是前兩項的和 這個數列叫做菲布納西數列 這菲布納西數列 他的後項與前項的比 會趨近於一個特定的數 這個數就是黃金比例 那當然這黃金比例 還有很多方法來刻劃它 但是這個就是被Patchioli 稱之為神聖比例的這個數 黃金比例 他被認為在視覺和繪畫上面 有一些優越性 那黃金比例它具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比方說我們用看底下的長方形 中間左邊的長方形 如果說我們先給定一個正方形A 邊長是A 另外一個長方形 它一邊長A 另外一邊長是B 如果說A比B是黃金比例 那你把它們兩個拼接起來 那A加B 新的長方形 它的一邊長AB 比上另外一邊短的邊A 那也會是黃金比例 那如果說我們把AB取這樣的比例 拼湊起來的長方形 就叫做黃金矩形 那像黃金矩形我們可以 比方說假設這是一個黃金矩形 這個黃金矩形呢 我們可以把左邊這個正方形切出來 那這邊右邊 仍然是一個黃金矩形 那我們用短的邊當作邊長 又可以再切一個正方形出來 那這樣的話剩下的這個長方形 仍然是黃金矩形 那我們可以不斷的repeat這個process 那這樣的話 又得一個正方形 這邊又得一個小正方形 這邊再得一個小正方形 再得一個小正方形 再得一個小正方形 這樣子不斷的疊在下去 那我們在第一個正方形 最大的正方形 我們可以以它一邊長 當作半徑 然後畫出一個半徑 然後之後用比較小的這個正方形 它的邊長當作半徑 再畫一個比較小的這個四分之一圓 然後接下來再做一個四分之一圓 以此類推 最後我們得出一個螺旋線 這個螺旋線叫做黃金螺旋曲線 那這個黃金螺旋曲線 很有意思 就很多人認為這個達文西 用了這個概念來做畫 雖然說達文西在他的筆記裡面 他並沒有明確的沒有在文獻上面的支持 所以他真的就是在用黃金比例做畫 但是有很多的人都認為 他這個可能是用了背後用的黃金比例 用了這些概念 那舉例比方說這幾個 這個當然第一個是1490年 維特魯威爾 那有些人在裡面就畫 看出似乎是有一個黃金螺旋線在裡面 那中間這個當然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蒙娜麗莎 這蒙娜麗莎 如果說從她的頭頂裡面到她的那個右邊 然後自己知道她的那個就是手腕 那個關節那個地方 畫出來那個黃金矩形的話 看來似乎她也有一個就是迭代的一個黃金矩形在裡面 那另外一個則是施喜約翰 那施喜約翰感覺也非常fit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黃金螺旋線 但是再強調就是這個文獻上面 並沒有明確的記載 就是達文西真的是用了黃金矩形 還有黃金螺旋線來作畫 但是很多人猜測 似乎她裡面是用了這些黃金比例 那接下來這邊有講到達文西她的最後筆記 這個達文西她非常著迷於數學問題 她著迷的程度就是感覺她就像一個數學家一樣 因為很多數學家在臨終的時候 可能都沒有心思在想數學問題 但是達文西她的最後筆記 她最後一頁仍然是數學問題 她仍然在研究數學 我們知道那個時候她已經病得很嚴重了 但是她仍然在思考面積轉換 保持三角形面積不變 但是兩邊變化 她仍然在研究這樣問 這是她筆記的最後一頁 但是她最後一句解釋她為什麼停下來 她說等等湯快涼了 因為她沒有湯她為了要喝那個湯 然後就評比沒有繼續寫 但是她是她筆記的最後一句話 我想從這邊可以看出來 達文西她真的是非常著迷於數學和幾何問題 因為一個人到了病重的時候 她仍然是在思考數學問題 但是她是不是數學家 這一點上是有兩種說法的 有很多人認為她不是數學家 因為她並沒有留下任何達文西定理 她沒有留下任何定理 但是她對數學的熱愛 好像就像一個數學家一樣 最後我再引述數數學家 Mois Stein 他也是數學史專家 他也研究歷史和哲學 他對達文西的評論 我們看 他第一個 如果說你讀達文西的東西 你會發現很多他的敘述 他的陳述 他的觀念 感覺 他就是一個專業數學家 他這個人 他在各方面的觀念上 他就像一個成熟的數學家 比如說 他 work on the level of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第二段 to pass beyond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there was for him only one trustworthy road through deception and mirages 如果說對於那種能夠騙人的錯覺 你怎麼樣能夠不要被那些錯覺給欺騙 他對達文西來說 唯一可靠的就是藉由數學 他認為只有靠數學能夠讓你不受欺騙 這是最可靠的 第三段 如果說通常一般數學界在數學史上面 一般是沒有把達文西歸為數學家 因為他並沒有在他生平中證出任何病理留下來 所以說他在數學史上面 是一般人提達文西也沒有說他是數學家 就說他是非常非常熱愛的數學人 當然他是透視檔的專家 但是沒有把他生為數學家 如果說你看達文西他的筆記 就會發現他知道數學不是太多 因為我剛剛講的 達文西他非常仰賴幾何 他非常仰賴幾何直觀 我剛剛講的就是數學在他那個時代 基本上是要幾何還要代數 但是達文西他一直都是非常仰賴幾何直觀 他一直對代數的掌握不是很好 雖然Pachori對他的評價很高 但Pachori是真正的一個數學家 Pachori他對代數方面非常精通 可是達文西在代數這方面一直不是很新 這邊他最後講 達文西他的筆記 如果你看他的筆記就會發現 即便是就那個時代的數學家來說 他知道的還是不夠 他主要還是仰賴一些鮮豔的 還有一些直覺的 這些東西來研究他的數學問題 他的幾何問題 我講的好像有點快 我今天講的準備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國大老師 那個收穫非常多 兩句話自己很深 第一個是這個 達文西數學你學好 第二是大陸實學學數學 這個蠻重要的 給我們很多期望 好 謝謝大家的參觀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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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